大家好,我是马丁 今天我要实验并制作一个电解槽 它能够将925银跟900银还原为纯银 这个过程很有趣 而且电解槽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基本上跟电度一样 简单的说 电解槽就是利用直流电 把阳极上的金属溶解 让金属离子跑到阴极去 然后沉积下来形成纯银的结晶 制作电解槽最重要的是电解液 销酸银 首先我要把大约17公克的白银 变成销酸银 我把白银放进烧杯里 加入蒸馏水 与大约15毫升销酸 这个过程会产生废气 为了安全 我用一个烧杯倒扣在上面 用一盆水来隔绝废气 一天之后 反应完成 我小心地把烧杯拿开 让废气慢慢地散掉 接着过滤容易 把杂质去掉 然后更加烧杯 最后得到了乳白色的高纯度硝酸银 现在来组装电解槽 我们需要一个烧杯来盛装电解液 阴极选用的是一根304不锈钢汤匙 表面光滑而且不容易被腐蚀 阳极的部分我用了一个打了洞的小药罐 可以盛装用来被电解的银合金饰品 药罐是用衣架子绑起来的 让它可以悬空被架在烧杯上 最后再插入一根被掰直了的银戒指当电极使用 将硝酸银溶液倒入烧杯里 再将药罐固定在烧杯上 最后再连接上直流电供应器 再将水位补满后电解就可以开始了 打开电源供应器 几分钟后我们可以看到阴极的不锈钢汤匙上 开始有银结晶出现 在经过大约24小时后 汤匙上已经布满了满满的纯银结晶 电解液的颜色会变成淡绿色 这是因为银合金里面含有少量的铜 这些铜溶解到电解液里 浓度高了才会慢慢被电镀到阴极上 目前这个阶段不需要担心 电解槽运作了30个小时之后 我准备把银结晶刮下来 我准备把银结晶了 我准备了 我准备把银结晶掉 我准备了 我准备把银结晶得好 我准备了 我准备了 用塑膠湯匙轻轻一刮就可以把结晶收集下来 接着将它们清洗干净放到蒸发明里面烘干 放到蒸发明里面热干净 等完全干燥后 我来量一下这次收获有多少 这次的实验可以说是大成功 成功收集了大约10.25公克的纯银 接下来我会继续用电解操作更多的实验 看看能不能更有效率的回收纯银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